正面回应原神制作组傲慢问题 内洒F1现场 还有很多人说 觉得我们项目组非常傲慢 听不进大家的声音 有的声音特别的 特别特别的尖锐 然后把我们整个原神 和原神项目组 都贬得一无是处 只是对于我们来讲呢 我们听到声音实在是太多了 我们需要 沉下心来 去弄清楚 到底哪些是来自各位旅行者 真实的声音 所以在今天年初的时候 在我们不知道 未来应该怎么走的时候 我跟项目组的所有同学 决定开始去走向 我们最亲爱的全球的旅行者 对于原神来讲 只有对旅行者的陪伴 是唯一不能改变的 其他任何东西都可以改变 我来说旅行者们 大家说那塔剑可以吗 旅行者们 芸 Lak 谢谢大家